好来看看这位恶劣的机车骑士 他把车子骑上了快车道 其实这已经违法了 而后方开车的女驾驶看到这情况 特别按了喇叭来提醒他 没想到这机车骑士居然不满了 在停等红灯的时候 敲打这位女驾驶的车窗 甚至还对着他辱骂三字经 女驾驶吓得花容失色 赶紧把车子开到派出所报案 驾驶开车在快车道上 突然发现前方有一辆白色机车 骑在快车道上 相当危险 按了一下喇叭提醒他 没想到这个机车骑士 似乎被惹火 开始狂追车辆 趁着等红灯 骑士狂拍车辆窗户 驾驶不想理会 继续往前开 没想到这个骑士 竟然直接逆向回转 想要挡车 结果却撞上了奋戈岛 然后要用他的支撑 拿我的汽车 然后我就不理他 我就往前开 下个路口骑士 还是继续拍车骂脏话 驾驶实在受不了 只好回转冲进探视座 警方表示机车骑士 已经违反了多项道路规则 而且一路跟车又骂三资金 可能会触犯工人侮辱罪 目前正在掉约车牌 传唤当事者 厘清案情 请记得今晚中 无力安彰化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amentos